這短片用一張圖來告訴你們為什麼最近有很多人 講到武漢肺炎,講到中國的一些話就被黃標了 那黃標就是說他的廣告被受限 那這個有在做Youtube的人都知道為什麼 那我覺得有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那我們首先呢,你要先懂老闆是誰 有很多廣告,像你們絕對看過奇蹟MU的廣告 但是那一個廣告,那一個遊戲幾乎沒有人玩 你看不到有什麼實況主在播奇蹟的這個遊戲 但是那個廣告卻可以買整年 你不玩手遊,但你也看過奇蹟MU這個廣告 那你就知道他背後的金主有多大 那我們假設說這個不是觀眾好了 我們講正常的常態來講 觀眾課金給遊戲公司,遊戲公司拿錢給Youtube 然後他再投递廣告 他再投递廣告給觀眾,然後他再課金這樣 然後才有錢給Youtube的創作者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正常情況下 但是我們講奇蹟來講,我覺得他是一個不正常的情況下 但因為遊戲沒有人在玩啊,但為什麼他會有 那麼龐大的錢可以一直買廣告,這個有問題 那第一個他是,他是中國的公司喔 奇蹟MU大天使他是 北極光這個,他是極光工作室啊 那極光工作室跟奇蹟MU大天使 如果沒有講錯的話,應該都是中國的一個公司 好,那我們講他的金流 我們假設說他不是觀眾課金給他的 假設說他的大老闆是,是中國政府好的 還是中國的大財團 那他給的,他就是給他去買廣告 然後給Youtube Youtube投递一些奇蹟MU的廣告 然後這樣子,所以你知道嘛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那為什麼那些講中國一些現在疫情狀況的就會被黃標 你講到人家大老闆了嘛 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我個人的合理懷疑 但到底他演算法怎麼樣 這很難說啦 只是說,我會覺得說,欸好像懂了什麼 為什麼 只要跟武漢肺炎 跟防毒面積劇有關的 通通都被黃標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一方面我讓大家了解到 原來他這個東西的金流是這樣子來的 從人民幣給Google Google再給你台幣到創作者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 也順便讓觀眾了解一下 他這個平台的運作機制大概是這樣子 有消費者 有觀眾他消費了 然後廣告商才有錢繼續放廣告賺錢 然後才有辦法給Youtube 然後Youtube再把一些錢再分給創作者 大概這整個 生態鏈是這樣子架構而成 只是說為什麼會莫名其他被黃標 我會覺得說是不是 只要是跟武漢肺炎就被黃標 是不是跟這個 中國的金主是不是有關係 因為畢竟奇蹟MU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他買廣告可以買整年了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傻眼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款遊戲可以買廣告買整年 而且曝光率那麼高 還有一款叫做那個權利與遊戲 那個也很莫名其妙 好,那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合理的懷疑 並沒有說絕對就是這樣 這個單純只是合理的懷疑 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也一起來思考 為什麼奇蹟MU大天使可以買廣告買整年 但是重點是 你到底在身邊有看到任何一個朋友在玩那個遊戲嗎? 似乎是沒有 那這個就留下來給大家去討論跟思考囉